3月20日青春爱情喜剧电影年少轻狂在上海举行了主题为青春狂响曲的电影发布会 导演戴瑞协主演陈妍希和郑卡也是齐齐亮相 为这部即将在5月上映的新片展台宣传 俊男美女的阵容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说起自己年少轻狂的事儿时 郑卡也是自曝自己在高中毕业时的疯狂举动 然后我们去打耳洞了 哎呀 很疯狂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18岁的小青年来说 我说好 忍着痛下定决心去打 然后啪啪就打了两个 为什么要打两个呢 一般人就说打一个男生嘛 不用打 他因为说打一个和打两个 打两个价钱是一样的 买一送一 好吧那就打两个 啪啪就打了两个 郑卡兴奋的去打耳洞了 女神陈妍希却在大学毕业的当口和男友吵架了 结果派出了包子脸毕业照 对此妍希在感叹之余 也是表达了自己对于那段校园爱情的追忆 我试着大学的时候 我试着大学毕业的 常在大学毕业的前一天 我跟他搭小了一下 所以我在毕业当天 我整个脸是非常非常的腫 跟眼睛是这样的 就是真的是两个包子脸 真的就是在一个非常难看的状态 就下落我的毕业照 是吗 那我都想想问一下亮点在于 那个男生后来有没有再跟你接下来 毕业通修 可是我觉得青春就是这样 就是那种青春时期的恋爱一定是特别的热烈 可是往往很难有好的结果 但是没关系 那都会是最好最好的回忆 嗨 咱们可怜的校园女神在那时 可没有遇到她的柯景腾哦 不过这系里和郑凯同学 倒是挺登斗的一对呢 不知道他们俩有没有可能呢 要知道咱们的奔跑小王子 曾经的理想对象 可是高圆圆这样的女神哦 不知道她对于小清清的颜希姐姐 是什么印象呢 她们都是属于婚姓的 《心里不胜》就是我以为第2个什么词 不不不 这个颜希啊 圆圆啊 之类的啊 都是女神级别的 我觉得 这个既然圆圆已经 已经没希望了 那现在我觉得 颜希也是一个女神的顶份 咱们感谢我们的包小为了 不不不 这怎么能叫厚姆呢 这叫替补 哈哈哈哈 又好一点吗 哈哈 是觉得年齐没有永远好看吗 为什么要替补替补 不要这么直接 哎 你这话说的 特别的调事儿 这不能用好汉和不好汉的秀 我觉得每个人的气质都不同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也有自己 属于自己的一块女神天地 我这辈子只有过告白一次 那个时候是在也是在毕业之前 可是是在高中毕业之前 我跟我一个喜欢很久的学长告白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跑到他打工的地方去找他 那时候想说他毕业之前 我那时候即将要离开LH纽约 就想说他走之前还是想完成一个自己的心愿 想要跟他讲我喜欢他这样子 然后就跑到他打工的地方去 然后到那边我看到他 可是我什么话都讲不出来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一个我们两个互相认识的朋友 然后就说怎么办我现在在这边 可是我想要跟他讲我喜欢他 可是我讲不出来你帮我跟他讲好不好 然后我就看了他 我就把手机拿给他 然后他就拿起来听 听完以后还有什么话都没讲 把手机还给我 我就拿了手机我就跑掉了 我完全不敢面对他 他后来有知道 嗯嗯 他后来有知道 就这位学长他 其实想要表达一下什么 学长跟我讲 他只把我当妹妹 我给他一伙子